亲华日军的家书 刻画弹痕的装台 轰炸时期的通寒 宣传战机的画报 日本国内的杂志 27日 四川知名民间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 公布了400多件 亲华日军暴行新罪证 这些罪证大部分是从 日本搜集收购回来的 他们将构成新成立的 亲华日军罪行陈列馆的主体内容 当日 在40多位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 抗日将领后代 和媒体记者的见证下 位于安人镇的建川博物馆 公布了他们历经多年 从日本搜集收购回来的 日军亲华珍贵史料 这批史料包括了从日本 对中国各省矿产资源 农业 贸易等的调查材料 到亲华日军 对占领训练的资产 掠夺侵占的秘密文件 从日军轰炸上海的炸弹碎片 到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 所属机关原意遣散清策 从亲华日军 陆军武器装备 指挥刀 支弹铜等 到反映其日常生活的 纪念花瓶 首碟日记 家书 以及宣传战绩的写真贴 明信片等 建川博物馆馆长 樊建川介绍说 很多史料都是第一次展示 更从各个侧面 记录了日军在华所犯的 种种暴行 为了更好地展出 这批珍贵史料 建川博物馆还新建了一座 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的 清华日军最型陈列馆 与此前的七座 抗战系列主题馆 共同构成一个细节丰富 历史感强的抗战展馆体系 新馆目前已经竣工 将于2015年9月3日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时 正式开馆